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57秒 各位我们今天此刻要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析最重要的外电新闻 老师您早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这个礼拜我们首先还是来锁定困扰国际社会这么久的两场战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以哈冲突中东战争 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进展 是老师要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的 对我们晓得其实我们看到中东战争 我们就是怕说它会延烧或者我们讲的会外溢 外溢结果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一直到昨天都还有 就是路上海上都有 都有中情 那么海上的最新的就是以色列跟这个 就是美国跟它的猛包打这个胡塞武装组织的这个船 那么在路上呢 你就看到从上个礼拜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攻击 它攻击到这个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区 珍珠党地区有行刑之前哈马斯组织的一个副领导人被杀掉 被杀掉 然后这个说到以色列这边 珍珠党那边说报仇 报仇呢 结果也发射了这个飞弹 飞弹的火箭飞弹射了以后 然后以色列这边又报复 我说一直到礼拜一到礼拜二 那么以色列都还是发射飞弹了 哈马斯和珍珠党的一些高级的一个官员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什么呢 就是看说到底这个战争都会打到什么时候 你说这第一个当然到底会打到什么时候 当然什么时候到底会不会外溢 那么珍珠党它会不会非常的自我克制 或者胡塞会不会克制 那他们后面的伊朗怎么办 就在他的紧张的时候 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四度到了中东 到了中东 所以他在上礼拜五 那么就礼拜四晚上出发 礼拜五到土耳其 他到土耳其你看他这个行程非常满的 到土耳其到希腊到阿联到沙特到以色列 然后昨天是见了阿巴斯 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主席阿巴斯 然后最后还到埃及 从这个整个方案出来 他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谈说到底 到底到底到底这个 加萨的事情战争之后 我们怎么样的重建加萨 现在已经开始重建加萨 那么当然但是可是问题是目前没有公式 目前没有公式 没有公式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国防部在布林肯 礼拜五到吹成之前 礼拜四他就提出了一个国防部长的 计算一个他的一个中东的方案 但晓得以色列他是六党联合政府 他计算以后国安部反对 国安部和财政部是极右派 那么可以 比如说最简单的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将来加萨如果战争结束以后 谁来管理 美国当然要看欧洲的讲法是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他是不是在约旦和西安法塔组织的 自治政府 那么他的主席叫阿巴斯 应该是自治政府 他一起把加萨拿下来 然后就温和派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来管理 那管理这样子的 可以慢慢的让约旦和西安 跟这个加萨就可以连在 两边是同一个政府了 然后慢慢的为将来两国的解决方案 就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国 两国解决方案铺路 所以以色列跟右派的反对 哪有什么自治政府 不可能 右派要求说 所有巴勒斯坦人要牵出加萨 以色列的犹太移民的 这个囤肯就要进去囤肯 讨论是这样 所以当你这样的事 所以在内阁里面讨论 这个和平方案吵了一团 所以你开战争 随时有可能的火药库随时引爆 可是在外交上这个斡旋 似乎透过外交来解决 以哈冲突的这个机会 越来越渺茫 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 很郁闷的一个地方 外交的斡旋的希望 要让这个战事能不能结束 越来越渺茫 所以很多的听众可能会问说 老师以色列这样去攻击 这个加萨走廊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战事到底要什么样 达到什么样程度 才算成功 才算结束 这个有没有一个指标 或是一个什么墓地 至少要让大家学说 好 今天以色列 你已经达到墓地了吧 你可以停了吧 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 所以英国经济学人就讲说 其实以色列的墓地 因为哈马斯被美国 欧洲都认为是恐怖组织 那哈马斯在加萨走廊 他当领导 但是他也对一些 非哈马斯的温和派的 已经压迫 他也蛮专制独裁的 所以现在西方说 这个重要的是以色列 你是下架哈马斯 就哈马斯 那下架哈马斯目的达成 大家也都支持你 可是问题是 你对平民也这样 无差别的这种对抗 这个就让人家 就以色列成为忠实之地了 那么你这么对平民也这样的 所以本来 英国经济学人的讲话 就是说 应该要有一个温和派的 阿拉伯的政府 或者说加萨这边政府 他出来来管理 然后呢 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 里色列北部和黎巴嫩南部 那边应该画个缓冲区 因为这样的珍珠党的攻击 不会直接就碰撞到以色列 那这缓冲区呢 需要政治上的一些安排 那另外呢 你在中东秩序重建 你跟沙特啦 跟海湾国家啦 那么怎么样的合作 然后怎么样还要对 还要围堵伊朗啊 或者贺阻伊朗 轻举妄动 那也需要政治 所以这最后的ending呢 是需要政治 而不是光靠军事 可是以目前纳太雅胡的政治情势来讲 我们讲半天 那个政治好像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所以经济学人就开了一枪 说纳太雅胡必须下台 因为他的知识度也不高 他推动强推进 司法改革 那是国内 我们以前看的 几十万 几十万商街头 就抗议反对他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的政治 是非常高度的 这个两极化 所以过去 过去这个四年之内 五次大选 那根本就是因为 选不出一个多数的政府 好不容易 现在的联合政府 在120席的国会里面 他有64席 以前好多次联合政府 他只有61席啊 就刚刚好过半啊 刚好过半 有一两个不爽 年后政府就退出政府 那政府就垮台了 那如果说 我现在就很担心 如果纳太雅胡下台 以后再换另外人上来 他不见得组得了政府啊 因为他的政治 这就是高度的分裂的 怎么办 所以这个 要解决以哈的冲突 不全是战争啊 跟着以色列的内政 内政的问题 目前是一个 难解的一个局面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制评 邀请 东武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先为大家解说了 有关于 这个 以哈冲突啊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 难解的程度啊 这个真的 陈吴老师 去年就告诉我们的 多少人对这个事情啊 对这个局势啊 聪明人对这个局势 都提出了解释方案 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 是有效的 老师 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恶物战争 恶物战争这一次啊 最近有什么样 一个新的进展 大家我想更期待说 他能不能赶快结束啊 对不对 一点不错 你说这个去年呢 我们本来就预测 已经陷入胶着 是不是可以标打了 可以标打了 那去年大家的预测 什么时候会结束 后来就是没结束啊 就没结束 没结束呢 你后来发现 现在预测 欧物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当然已经 没什么关系了 你就累了 就精疲力竭了 那现在就基本上看什么呢 上个里面看的是北韩 就是白宫呢 就后来在礼拜四的时候就证实 他说北韩呢 这个12月30号到1月2号 两度朝着乌克兰发射 这个短程的弹道飞弹 而这是北韩制的 北韩制的 北韩制的这就有意思了 你说北韩制的 那是什么了不起呢 因为金正恩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胜过于和中国的关系 而且跟俄罗斯讲说 我听你啊 你没有飞弹 我弹药我给你啊 那不只是弹药的问题 那重要的是几个点 第一个 那是北韩可以 因为这样子可以获得很多数据 它的试射飞弹得不到的数据 比如说准确度 导引系统的可依赖度等等 你在试射 你根本没有打过真的目标 那你这飞弹的话 你真的去用 你会觉得到 我想到回来要怎么改进 然后第二个呢 那么在打的时候呢 那怎么突破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的数据 乌克兰防空系统是美国给的 那那套跟南韩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从前打乌克兰 那边可以得到一些数据 那我可以拿本的数据来整理一下 来对付南韩 那对于金正恩来讲 他不是傻乎乎的说 我拿武器给你 他也得到一些重要的数据 然后第三呢 那就是谈判了 那我今天援助你 你还什么给我 那一般说可能是还战机 还地地空的飞弹 装甲车 各种先进的技术 好了 那这什么问题 那当俄罗斯的武器都给了 都给了北韩以后 那北韩会不会就发弹武器 然后引爆新的军备竞赛 那现在竞赛 所以美国韩国跟日本走得更近 来对付北韩呢 那如果说这样子也开始建军的话 那中国难道就这样看吗 那中国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东北亚的情势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而整个也连在一起 那中国大陆现在 当然是比较低调了 你说这个恶朝关系 和中朝关系 中国人心里 当然也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疙瘩 也不是说那么顺 那就看看你们了 且战且走 看他的后面怎么发展 会不会影响到 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东北亚的一个情势 是 老师 这有听众他问我 他说 俄罗斯不是武器大国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 却需要北韩来支援 是不是 其实俄罗斯 其实是个纸老虎 他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这个好玩 打掉很多 打掉很多 因为 其实这个战争是消耗战 消耗战 其实一些军事学家就讲出 历史上的很多战争 很多什么决定性的战役 其实这话论点是不对的 因为前面打的是消耗战 消耗你的经济能力 你的武器 你的人 你看到乌克兰打了以后 那个兵越来越老 那因为波兰布朗 那我就往下征兵的年龄 越来越年轻 中间撞年了 可能有的跑了 有的打死了 那俄罗斯还可以征兵这么多 他人多 然后他 但是他的武器 当然也消耗非常多 消耗非常多 所以他 那么你重新生产武器 也许来不及 那北韩就available 他这个武器可以提供给你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除了这武器之外 后面的就是 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 他走得越来越近 那这个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好 俄罗斯跟朝鲜 就是北韩的关系 越来越近 当然值得大家一起来注意 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最近这个 国际上这个间谍战这件事情 其实我非常有兴趣 就是中国的公安部 破获了一个英国秘密情报局 利用第三国人员 对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的案件 老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当然中国大陆 他公布的也没有很多了 他这礼拜一的时候 国安部公布就是军情六处 就是我们叫MI6 MI6呢 利用第三国人员 就是一个华裔了 但是是华人 华人一个姓黄的 一个姓黄的一个华人 那么他的 他是以这个顾问公司的名义 进入到中国 进入到中国 进入到中国发展了他的这个组织 那是2015年 然后就发展情报网络 然后慢慢的国安部 国安部在2026 1月8号正是证实说在逮捕了这个姓黄的 他是帮境外做间谍 可是我跟你这个等于帮西方当间谍 可是美国这边老早抓了很多帮中国当间谍的 当中国当间谍 我想这个间谍战 谁也不要讲谁 那么当帮中国当间谍 就是去年8月份 美国宣布逮捕了两名 在加州逮捕了两名海军的水手 他是中国间谍 9月份伦敦也证实逮捕了一名国会研究员 他是中国间谍 所以英国首相苏纳克 当他跟中国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 就直接把东西提出来 说你这个行为我们就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接受 各国也都在这样做 然后你看12月的时候 加拿大说禁止了一名中国留学生 工学院的留学生 那么进入到加拿大 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spy 那也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互相抓 你抓一个我抓一个 其实我觉得更大伪的 其实根本就不会公布 为什么不会公布呢 因为情报圈是一个镜子 一个镜子 甲国在他的内部抓到一个乙国的间谍 那乙国就会想说 奇怪 我在甲国内部布的县 为什么会失事呢 那是不是我内部也有人家的间谍 所以甲国在这边抓了一个乙国的间谍 乙国马上在内部清查 也会把一个甲国的间谍给递出来 那双方就各损失一个 那所以最好的办法 甲国抓了乙国的间谍 就不要嚷嚷 他也不讲 他也不讲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不讲 因为不讲你要亲 反情报组织要亲 亲了以后 要不然的话对方马上就知道 这个间谍网被破获了 然后再这么做 所以在情报圈里面是没有英雄 你要是英雄 英雄下场就是 你当英雄别人就死了 那所以抓到的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小的 就是代表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去年 其实我觉得关注这个新闻 不只是这一次 去年的时候外国媒体就报道 那中国事实上的间谍遍不到全世界 因为中国的航运很厉害 航运厉害 那很多船公司 那很多港口码头是中国在run 那很多船公司去 他就要求 他说你必须提供回报当地的这个水文 船只的这个时刻表 这些资料 这样资料还可以对出来物流的供应链 是经济的情势 全国马上最及时的这种东西 这资料出来 也就是商业情报也好 是国安情报也好 这就是每一个单位都可能在做情报工作 所以大家打得很凶 这个是 也许美国跟中国这样对抗的升高的时候 那情报站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放松 这基本上是可以观察的现象 非常有趣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邀请老师来看看 您刚刚提到美国 去年我们曾经几次谈到 美国国内因为这个预算的问题 这个政府几乎关门了 那现在呢 这个情况到今年有没有改善呢 今年大概是在1月7号的时候 达成的预算的一个妥协 这起码政府展示不会关门 不会关门 那共和党呢 你想共和党他就砍掉了一些 民主党要的一些预算 那砍掉了 砍掉预算 比如说国税局的这个预算的10个billion 那么1百亿 或者比如说这个还没有使用的 疫情的这个振兴经济的这个钱 剩下的钱怎么办 砍掉 你不要浪费这钱 他是达成协议后最重要的是共和党内部的极右派反对 他说这个 哎呀 这个还砍的不够多 其实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这个前一任的众议院议长迈卡锡是怎么下台的 他就是预算案跟白宫做了一些妥协 和合派做一些妥协 那结果激进派就一个人就发动 说我要倒掉这个议长 就一个人发动 这个议长这个人就被倒掉了 但是这次还好这目前起码看起来预算案是这样过了 其实因为美国另外事情更引起来的注意 除了预算以外 另外一个就是初选 初选我们要总统大选 美国的15号出这个爱尔瓦州 22号纽佳西亚州 就发现川普在初选的时候 也是大放厥词 当然其实讲话说总统的豁免权 包括如果总统暗杀别人 也可以有豁免权不被调查 这个疫情这个哗然 但是我跟你讲当他这样子随便乱讲话 依然随便乱讲话还哗然的时候 川普也看到你告诉美国共和党的人说 我现在要出来选 你们必须要表忠 你不要支持我 不然等我如果提名了 当选了 我就求后算账 所以参议院第三号共和党人 前两天就宣布 我支持川普 川普又有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年后面要继续去关注的 是而且川普到底能不能参加参选 有些州是有不同意见的 对 好 这个川普到底能不能出来竞选 我想这很多啊 这个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听众 应该也非常想要知道 是这件事情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解析重要的外电新闻 我们也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老师谢谢您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 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 台湾是怎么想的呢 中央广播电台 每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王家轩主持 以人为出发点 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多面向探索人物 书籍 历史 与新闻等议题 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请锁定 每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台湾怎么想节目 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爆马仔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 今天平面媒体上面其他重要的新闻 各位 再过不到48小时 这个最后的这个投票结果就要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到2024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其实是在礼拜六要举行 那当然我们有一个提醒了 就是我们那天下午五点钟开始会有这个开票的一个实况节目 转播 那志平会在当天的下午和另外一位主播张旭华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为听众提供服务 那么也邀请了学者一块来分析选情 那最后这48个小时我想蓝绿白还有我们的三个阵营 其实都是发出了这个吹票的这个通知 这个最后这48小时 那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他呼吁集中选票 向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喊话 说蓝白共治 不要保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那柯文哲就是权力的这个催换年轻人出来投票 发动这个孙子兵法 鼓动年轻人向长辈去拉票 那民进党最后关头是打主打这个延续执政牌这件事情 诉求过去八年来国家的进步 呼吁选民不要走回头路 好那现在当然这个三个阵营各有他们的这个最后的催票的这个法宝 就看最后的结果能不能在这两天来显现了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 志评就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咱们明天再会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